哎呀 這種場面我很常遇到 我時常是聚會第一個到的人 来了 来了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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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 大棋吗 不会吧 是谁 是谁 你好 你好 久等了 你好 久等了 小孙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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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 你要坐吗 就我们两个吗 有点尴尬 我们好奢侈 站这么大的桌子 那我坐这儿了 所以真的是第一次见面 就直接来了 但是那预告为什么感觉 对啊 他第一次见面 他怎么会就会送他小海报呢 对啊 是不是上次 孙哥 就是发了信给那个 猴姐 不可能 他们不认识 他们却 他没发 对不起 那我坐这儿了 好 好 好 这样很礼貌啊 不熟 但是选择坐对面 我没见过你 我昨天刚来 我叫侯思逸 叫我小侯就行 小侯 我叫孙靖君 可以叫我小孙 也可以叫靖君 好 小孙好 你好 小侯 好可爱啊 嗯 好可爱啊 你喝水吗 我到了 谢谢 有点紧张呢 他很少紧张 很紧张 每一经常喝水 喝水可以克服紧张 哇 这个特别像之前我们每一季的第一期他们刚见面的时候的样子 对 让他们感觉不太看互相的眼睛 因为他们才刚认识 嗯 所以你现在已经工作了 嗯 工作一年吧 去年小招 应该是差不多一年了 嗯 但是马上要离职了 这是可以说的 应该是可以说的 互联网 嗯嗯 一猜就猜到互联网 啊 你怎么知道的 看着 像 我感觉就是 嗯 纯 纯靠直觉 哇 你还上学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 因为昨天 我们屋有一个人说你们那个屋都是学生 嗯 对 所以现在打算换一个 更新移的岗位 嗯 不是 我可能要离联网一段时间 想要申请吗 嗯 嗯 啊 说的太多了 好了 没事 可以 可以看着 所以你想申请什么方向 嗯 因为我很喜欢吃 可能会申请一些跟做饭相关的 就是 走一步看一步嘛 也没有想就是计划那么多 我再也不要做计划了 我再也不要去考虑别人怎么看什么大公司 什么光线亮丽的学校 我就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就是 有一个差不多的规划 然后活在当下吧 哇 哇 好勇敢哦 哇 支持 但是现在说起来很酷 我其实也有点害怕 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是其实走出这一步已经是 开始了 嗯 感觉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普遍非常焦虑 嗯 确实 我觉得就是要让自己松弛一点 松弛啊 这个错我超喜欢 我也是 他们聊得挺好 对 其实他们没有在寒暄 是真的有聊出内容 对 对 我觉得就是刚刚你讲的这些还蛮有共鸣 嗯 对 我们把延迟满足看着 也太重了 嗯 所以我 其实我身边的朋友 我都超级支持 你也可以 保想要保得到 好的 我也能力 干嘛 我想去哦 不对 有事情了 这个男生的表情 得 一会 好 保证 你让我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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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舞台 你舞台 他跟我一种一拍即合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对 对 虽然你会看到 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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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你爱你 你知道我是什么动物吗 我是什么动物吗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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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鹿 花豹 不是 是吗 第二个就猜对了 他怎么知道的 他猜得很准 真的吗 送你一个 小 花豹 小海豹 是 这个时刻吗 今天太突然了 还不及准备 是我拍的那个线索 那一支吗 好像真的是 谢谢 这不是海报吗 是这么给出来的 它这个是在桌子上的 线索 对 这不是海报吗 但是它也是花的 好可爱 这个是百戒是吗 对 我觉得可以 回去以后用来捣算 怎么这么可爱 可以 回去把它放在窗头 进度太快了吧 所以 你是林阳吗 错一次 天鹅 猜对了 可以 大家都一次想 我这种明显吗 很明显吗 我感觉你很爱笑 听他们说 就男生会比较喜欢爱笑的女孩子 对 有戏 我觉得他们俩 我要买股了 才聊了几分钟 可是这个男生用了几个方法 共鸣 支持 而且拿东西是双手 女生会觉得备受尊重 那我猴鸽子吗 可是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女孩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害羞或紧张 但她面对这个男生我觉得有不一样 比较像是恋爱刚开始的认识的感觉 就他们俩的氛围充实了 对对对 就是我很想聊天你 而且他们整个聊天的那个氛围是 很轻松的 很舒适的 很愉悦的 并且就像刚才分享说 他们是真的有聊到实质的内容的 对 并且其中还聊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gap 我特别佩服的是小猴 她年纪非常的轻 她选择享受当下 她不想要逼自己去做一些 她根本就不开心的事 她非常的勇敢 很愿意冒险的一个女孩 但是我怀疑 我自己怀疑 小孙她其实是做不到的 所以她看到眼前这个人 她觉得她好自由 对 哇 我好羡慕你 所以其实会更吸引她 对 但我是觉得就是 猴姐姐她是00年对吧 她23岁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 其实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迷茫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年龄 有很多人就是跟我们说 你走这个路吧 你这样做吧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你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听谁 其实她做这个迷茫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她可以找到 到底自己真正的喜欢是什么 其实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当演员 你可能一直拍戏啊 因为有时候你也会被消耗掉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已经 可能被抽干了 大概也有一到两年的时间 我那时候没有工作 但是我是去上课 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有点 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然后想要找到心里面真的喜欢 我觉得那个时间对我来讲 也是自己跟自己对话 自己跟自己讲话的时候 人不可能一直在工作工作工作 如果你一直在工作 可能到了某个年纪你回头看 你的人生只剩下工作 我觉得那也是蛮 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刚刚Jerry说 人不可能一直在工作 我就是一个 活动机器 真的吗 一直在工作 我没有停止过 我虽然没有拒绝 但是对于我要去放掉 一大部分的工作 去取得这个平衡 其实也需要永远